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没错 捐款归捐款 一码归一码 但不是免死金牌 作为带货前三的大主播 大几千万的粉丝 公然欺诈消费者 这是赔钱就能了事的吗 如果赔钱就能了事 那要法律何用 而且能研办的话 也会极大的震慑目前国内乌烟瘴气的庸俗直播和套路带货 只不过对于星巴来说 王海的不依不饶的确让他很头疼 王海不是说他把原价21块的东西卖210 而是把4块钱的糖水卖到40发 虽然星巴提出了6200万的解决方案 但退款有几个人得到了 他为什么不按收款原路退回呢 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多权限呢 根本就是想突然了事 就是大张旗鼓的利用媒体来消费粉丝呢 这样的人不处理 以后会有大批卖假货的笑话 毕竟有星巴在前呢 后面的怕什么在的直播网红就是演员 只不过专业演员在影视上演 网红在直播间演 不少影视大咖也换渠道过来赚这份钱 但表象背后大多可归结 未骗而言 正如俗话说的 北京到南京不如卖的京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直播带货一个好好的行业变成了不法之徒 收割智商税的渠道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王海最让星巴头疼的是 王海还盯上了星巴旗下曾经售卖的其他产品 比如说没有马油的马油灶 泰国的乳胶 整等产品 现在自己的团队都在采样中 也在调查取证 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如果真是如王海所说的那样 估计星巴就真的危险了 毕竟对于这些大主播来说 损失点钱什么的那都是小事 毕竟钱没了还能赚回来 要是口碑倒了 甚至还被按上了一个 智甲瘦甲的头衔 那像翻身真的是微乎其微了 不仅成为了劣质艺人 说不定还要坐牢的风险 而现在王海既然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星巴 相信他肯定也是留有不招 星巴能否度过这个危机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